23号晚间在绿岛的南辽渔港 有四女一男的青年人要准备搭船出海夜游 其中一个女子被海巡绿岛安检所落实身份查验 发现她是偷窃通气犯 夜游不成 漏夜被海巡艇给压解回富岗渔港 送往台东地结束 海巡署第13艺巡队成员在23号晚间 登上搭载四女一男准备出港的渔船进行安全检查工作 是在进行人员确认的时候 发现其中一名女子竟然是通气犯 随即将整艘船由第15号海巡队海巡艇 协助押送带回台东富岗渔港 并借户解送至台东地检署 本所于9月23日晚间针对娱乐渔船出港夜调 进行人员核对时 经查验身份发现其中 张姓女性民众因案遭通气 当下将其带回所内实施征讯后 由第15海巡队海巡艇 协助押送至台东富岗渔港 并由13岸巡队派员 借户解送至台东地检署实施 后续侦办作业 海巡人员确实落实渔船安全检查 有效查期布法 海巡队也呼吁 民众若发现港区案即有任何违法情事 皆可拨打118海巡免费服务专线 将有人员协助处理服务 记得陈吉林绿岛相报道 我们下载了